但再来玩 哈喽我团长 欢迎收看本期的视频 没错 滋润的小儿子又要开始了 今天不是我一个人 他们三个在后面 今天我们去吃一家 我之前已经去过两次 今天是第三次的店 每次到冬天 一定要来一次的烧烤店 土城传奇 应该都知道了 是一家 江湖风气满满的一家烧烤店 到了就这里土城传奇 我对他熟都不能再熟了 经常来的 你跟我来来 四个人 他们这身为有每次来 身体包很好 尽管还是很可以的 这里好了 这里好了 我们这里好了 这里比较空一点 四位 四位 把他们的四个包全部点了 四个包拿四个 你帮我点一下 好吧 我找不到 就是那四个 四个包嘛 一个是牛尾大沙锅有的 红尔宝还有一个 我找不到 其他还有个什么 老鸭 什么什么杭州 老鸭岛 嗯 再来几个那个鲁山生药吗 这边的鲁山生药也很好吃 很好吃 每次都地点的 超鸭 我听说最近进来有那个 羊汤 对 就是就那个 然后你先吃羊汤的话 有什么忌口的吗 羊汤有什么忌口的吗 你 应该没吧 进店的人就是可以 都可以吃这个羊汤啊 就每人现一碗还是什么 对 每人现一碗第二碗的话 是五块钱 哦 这样的说 哦 理解理解理解 我本来想还能喝到喝爽 对 哈哈哈哈 开饭前 先来一碗羊汤 刚冲出来了 来 鸭宝来了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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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高鸭宝啊 一整只的鸭宝 卖钱还是很可以的 对对了 还有个大铜骨 这不是铜骨吧 铜骨是吗 铜骨啊 这铜骨好大人啊 来一根大铜骨鸭宝里面 这大铜骨顶上半只鸭 这牛味 对 对 牛杂里面 牛杂 对 牛杂 牛杂 这个比 平时的那些牛 牛味店里面 它分量感觉更大 对 有没有毛肚啊 牛肉啊 牛杂嘛 牛杂不 然后下面是粉 可以可以 冬天吃这个最好 它这个牛味 跟一般的牛味店 味道好像有点不一样 对 这里面加了花椒 这块牛肉骨 很破啊 这牛味薄米 这牛肉就特别大块 香柄鸭包和牛味包 我选牛味包 稍微有点辣 牛味稍微有点辣 嗯 还有一个萝卜铜骨砂锅和一个铜锅蛙酱 一共叫了四个宝 四个人吃四个宝 生意太好了 还有两只宝卡住了 算不来的 哎服务员 另外两只宝在做了吗 哪个 另外两只宝 就在做了 那个牛蛙已经买了 嗯 就是一个宝 铜锅牛蛙宝 我以为是炭烤的 它原来是煮的是吧 先来一碗尝尝 这牛蛙我感觉要稍微再上色一点会更好看一点 现在看起来有点稍微有点白白的 对 这牛蛙你看看 它好像白白的 但是里面稍稍进去 里面它还放了酸菜还是酸萝卜 酸萝卜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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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真的穿得多吗 好吃 要来一块大牛啊 嗯 嗯 嗯 最后一个萝卜铜骨饱 哇靠这个量好大呀 三根吧 三根铜骨 我的妈呀 我今天已经吃两根铜骨了 这个铜骨相对来说更加的清淡一点 跟那个老鸭香比较 铜骨好大呀 我的妈呀 碗都放不下来 萝卜的铜骨饱清淡一点 清淡一点 嗯 嗯 你上上 萝卜的比较清淡 我觉得还是浇点那个牛蛇的 煲的汤比较好 饭吃饭再来一碗 饭再来一碗 哈哈哈 哈哈哈哈 你把这个铜骨饱去了 哦 哈哈 招牌的高压锅鲁山生蠔 点了六个 鲁山生蠔很肥的 这个汁超级 酸甜的 然后里面有蒜香 好像把这碗汤的配方拿上 这个压力可以做 就不要什么东西 超不夸张的牛味饱 确实是鸡的 一点都不剩我的妈呀 出来了 四个人吃得非常非常的饱 让我说四个饱里面最好吃的 我选那个牛味饱 牛味砂锅饱 吃的汤都不剩 然后另外三个饱 订的饼打包了 前面另一个三个就是打包了 回去慢慢吃 好以上就是本期的视频 欢迎收看 喜欢的话麻烦一键三连 在拜拜之前 我还想说 我这小日子可真滋润啊 好 拜拜